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又是分享我今次在羅湖商業城 在周邊玩吃、玩樂、玩樂的分享 只需要在羅湖坐地鐵 三個站、大劇院站 就可以去到這個商場 就是叫萬象城 萬象城有很多個 現在又是萬象天地 又是海灣萬象天地 我去這一個是很接近的 羅湖只坐三個地鐵站 在大劇院站下車 直行便到 大家可以看看 一出地鐵站一出來 向著C出口直行便到 沿途周邊也是 已經有得買些小食 還有很多這些小商店 讓大家參觀比較一下 看看適不適合自己 起碼有個概念 自己現在這麼多商場深圳 可以看看Youtube 比較一下 讓大家看看適不適合自己 這間店 賣這個叫做蛋糕 即是叫拋芙 很多人買來做紀念品送禮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拍給大家 大家可以作個比較 沿途直行 還有一間 我見到幾多人買來吃 就是這間 它挺漂亮的 開頭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炸到一條條 我問他 其實都是杏仁 有些薄脆包著 裡面又是忌廉 泡芙 泡芙 我見到幾多人買 這一檔 就是那些炸牛肉球 外面又是炸到香香脆脆的 裡面就是牛肉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肚餓 就可以來這裡買些食物 頂住檔 可以慢慢走 我都給大家作個參考 沿途經過這個麵包店 真的在麵包的外形 真的很吸引我們進去看 我和我老婆可能在香港 都很喜歡吃麵包 它的外形真的很吸引 我覺得很多 真的比香港 比香港 比香港 平均三四十元一個 其實真的不便宜 如果麵包三四十元一個 香港都是那些很高級的麵包店 都是賣這些價錢 所以萬象城 其實很多小食 包括我剛才之前介紹的 都平均三四十元 所以萬象城的東西 是比較貴 比其他商場是貴一點 和高檔一點 大家其實可以用來作個參考 Youtube那麼多片介紹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比較一下 自己有個概念 然後一路沿路直走 就差不多進入商場裡面 現在已經進來了 這是萬象城的第二期 周圍都有華為的展銷廳 它這裏的裝修 萬象城 我覺得真是我很喜歡 左手邊這裏 立即有一個露天 那裏很多太陽山 那裏是喝茶的 以及吃下它的特色的糕點 給你送茶的 沒有咖啡沒有什麼喝 是喝茶的 左手邊可以有一個區域 給你們吃煙 有些朋友坐完地鐵這麼久 我可以在這裏吃煙 進入第二期 這一個賣糖果 其實香港都有 在海港城都有 但沒有這間這麼大間 這間真的很多特色的糖 而且它的雪糕口味 那位售貨員跟我說 那位售貨員說 他們的雪糕口味 在國內是多於香港的口味 大家可以周圍看看 這裏是太陽光 我沿途也會影閉 給大家看看 那些裝潢 店舖 它的裝修設計 我便覺得 真是滿像城是幾美麗 其他這些 大家看過 都可以作個比較 這裡賣一些名牌 比較多 香港人多數是 喜歡在香港買名牌 沒理由回來大陸 但有時大陸有一些特色 或者香港是沒有的貨 有些喜歡購買的女士或男士 都會在大陸選購 如果不是很喜歡購買的 就參觀一下 走完就去吃一下 又是看這些東西不買 自己都開心 我又來到超市走個圈 看看超市有什麼特色賣 我看到它的水果 現在深圳的超市 排列得很整齊 很多榴槤賣 它是四十多元一斤 如果它拆開賣這些 二百二十多元一份 便宜大家去比較一下 我覺得好像貴了一點 好像貴了一點 沿途就坐這架升降機上去 來到這裡 這裡應該是地面那一層 它總共是四層 這裡 大家又是走馬漢花 看看吧 挺漂亮的 裝修這些 我挺喜歡這些 簡簡單單看見都開心 全部都是名牌 你講到都有 頂級的名牌 世界各地 香港 頂級的名牌 LV 那些 什麼都有 Dior Cucci 這些 絕對有 這些地方 不買都看看 有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它的衣著如何配搭 不用一定要穿名牌 學習一下如何配搭 自己在外面買到一些 價錢比較優惠 配搭得好 一樣好看 不用一定要追求名牌 有時候做人 是吧 偶爾有一些 如果經濟好的 一件名牌 搭一些雜貨 都無所謂 又上去第二層 其實基本上 都是賣名牌 大家又可以看看 這裏 LV 兩層 Dior 很厲害 三層 三層都是Dior 喜歡名牌的朋友 真是興奮 四樓 全部都是食物 喜歡食物的朋友 這裏就適合大家看 這幾個字 最初我真的不知它寫什麼 又不知吃什麼 看看原來是吃日本菜 它的名字叫什麼 老肝杯 改過這樣的名字 真是很難聯想到 它是吃日本菜 但是看上去幾高檔 這家店 它門口放了大雪櫃 又放了凍肉 參觀給你看 現在是中午時間 周圍真是空洋洋 沒什麼客人 都不是很熱鬧 可能假期會好些 以及晚上可能會好些 這裏一看名字 都知道是吃什麼 沒錯 吃京菜 北京甜鴨 那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一下 這間丙聖 我在廣州吃過 亦都出過片介紹 真是很好吃 好 對面有一間 脆丸 飲茶 吃中菜 應該是香港那間 我再繼續向前走 我看到這裏 這裏有一些 小小客人 都是很安靜 大家看看 只有兩三台客人 看看裡面 這裏我看看名字 原來是吃安徽菜 說都是八大名菜 吃安徽菜 我真的比較少認識 跟服務員了解一下 即是 丸藍 丸藍菜 丸藍菜 八大名菜之一 我看他的菜牌介紹 菜單介紹 都挺豐富 真的找天都要來試試 他今天正英英 只有幾台 我沒什麼興趣 找天晚上熱鬧來試試 經過這個溜冰場 都是很少人玩 小孩子 但是被一位 人士吸引了我 一直圍著圈 在這裏 在這裏玩 我看真點 原來這位 起碼我看到有超過五十歲 或者六十歲的老人家 不要說老人家 成熟人士 在這裏玩 很精彩 很有型 所以現在真的 不要被年齡限制自己 自己有體力 想做就做 開心的就去玩 不要想太多 我們繼續走 來到這裏 被這間餐廳的外表吸引了 這裏是吃越南菜和泰國菜的 但很有趣 旁邊有一間 吃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其實根本亞洲區的菜 你坐在這裏吃也可以 可以叫隔壁店鋪的食物 下午也是簡簡單單 舒舒服服 吃完食物 然後慢慢再走 它的裝修 挺適合我心水 我覺得它也很用心 一看進去的環境 就很有東南亞氣息 而且真的挺舒服 坐在這裏慢慢吃東西 買了這個 金不換辣牛肉炒河粉 在這些地方喝東西 當然要喝越南的滴漏咖啡 配襯 有些特色 我以前在越南喝 真的十元八元一杯 有些八元 有些十元 或者十二元 遊客區可能要十五六元 這裏四十八元一杯 真是貴 這裏四十元 嘩 這是什麼可粉 不是可粉 好像大陸那些叫什麼 刀削粉 又不是 那些什麼粉 不懂 嘗嘗味道 味道可以 很鮮 醬汁的醬油 用得很鮮 很鮮味 怎麼調味呢 醬汁味很鮮 牛肉 牛肉很小 看一看 牛肉 牛肉一般般 但也不是軟弱弱的 一般般 沒有牛肉味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嘗嘗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菜心 不是 這是秋葵 秋葵 還有一些菜心 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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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秋葵 還有一些材料 洋蔥 秋葵 豆角 還有一些蛋 蛋絲 材料 都齊了 這麼多 牛肉很少 牛肉很少 我老婆 只有四塊牛肉 加起來 真的 很粗 很特別 吃下去是可粉味 是可粉味 就是可粉味 油很大塊 當然不少都有金不換 這些小塊是金不換 這些 這些是金不換 它不是很重的金不換味 它不是很多 這些 有的 有些金不換味 少許 它不是很多 這碟 我個人口味的評價 真的 叫做吃得過 唯一 就是鮮味 那個醬汁調味 其他的 牛肉 都是凍肉公司 一份 買來打火鍋 那些材料 各位朋友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這個 就是隔壁點 星馬印菜 雙蝦多士 要這樣拿 不要蘸這汁 就這樣吃 看看是甚麼味 我以為我趁熱 嘩 真的好吃 這真的是香 它是發包 它用發包 你看 不是麵包 人家蝦多士用麵包 它用發包 其實蝦多士 不過它是很廣告 還有些甚麼 魚子 魚子 掉了 魚子 掉了 魚子 掉了很多魚子 等下回來吃 魚子 好東西 魚乾油 等於 用手指 用手指 咦 甚麼味 它酸的 好像乳酪 酸的 帶酸味 好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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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 鮮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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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大香 各位朋友 原來我剛才說的是魚子 還說魚乾油 真是笑死人 我剛幫我買它 因為那種小 因為那種東西 姐哥能吃的 對 但它是有水果味道 包開 它就是像奶茶小料裡面 它不是那種脆包包嗎 哦 奶茶那種叫什麼 那種叫什麼 那種奶茶 一粒粒的叫什麼 那種包包子 就是那個爪子上去 哦 就算是珍珠奶茶 珍珠 差不多嘛 包包豬 包包豬嗎 對 對 有些它會包包 哦 明白明白 這些東西看上去還以為是魚子 看起來真的像魚子 其實原來不是 來的 我問了它 它說這些叫包包豬 我想都是那些新潮化學 來的 包開它裡面 它外面很薄很薄的 又不是珍珠奶茶 那些那麼硬的 很薄的 它很薄的 它裡面就爆了一些 好像果汁那樣的味 酸酸甜甜的 其實是挺配的 但是這隻叫包包豬 大佬 真是 現在的食材 越出越新奇 不要說它古靈精怪 總之 偶爾吃一下 沒有所謂 都不知道有什麼化學劑 我吃完東西 慢慢走出來 埋單走人 繼續走 走去那邊第一期 看看吧 嘩 很多朋友經常說 喂 吃了多少錢 經常不說 好了 這次我聰明了 拍單給大家看看 因為那個蝦多士是隔離店的 所以兩張單 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價錢 不算很便宜 真的不算很便宜 而且走到盡頭 有一間食 頂太風 食上海菜小籠包 大家也可以選擇去食小籠包 走到這裏 真是國內現在的電影院 真是好美 難怪這麼多人 都上來拍拖看電影 在這裏下去 就可以通過第一期 這裏有一個 在潮江春 這裏反而見到 原尖東有一間 現在都倒閉了 倒閉了很多年 反而這裏見到潮江春 在這裏下去就是 這裏可以通過第一期 其實可能在上面 商場都有些位置 不用下來 直接通過第一期 我們周圍走 真的不理會這麼多 總之去到便算了 各位在這裏 當然可以自己發掘一下 自己慢慢走 發掘到怎樣走過去 周圍走周圍玩 自己去探索一下 下來的環境 周邊也是這樣 買名牌 反而這裏沒有什麼餐廳 反而地下這裏 我記憶前面 應該前面也是 現在立到也有 有很多太陽散 可以坐在這裏喝咖啡 吃東西 當時我很喜歡在這裏坐 不知為何 我這個餐廳 在這個 現在拍到這裏 我真的在這裏喝過 有四、五、六次咖啡 我以前很喜歡有朋友在這裏坐 這個環境又空曠 坐在這裏 如果消磨時間 聊聊天 吃煙 他最喜歡露天的吃煙 真的很開心 坐在這裏慢慢塌塌塌 第一期走進去 就是這樣 真是靜嬰嬰 現在深圳的市道 如果做這些 買這些名牌 我看真的好像生意都很差 你看 基本上沒有人 可能買香蜜糞 來這裏買香蜜糞 這些 太太買香蜜糞 這裏可能不用配貨 不用像香港那樣 你買一個什麼特首袋 手袋說十萬的 你要買十萬貨 才要配給你買一隻十萬元的手袋 你說真的 現在買名牌多誇張 好像求它賣給你 這裏香蜜糞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這裏看看用不需要配貨 好了 第二期第一期 分享給大家 大家應該都有一個概念 適不適合自己來這裏走 如果選擇名牌 這裏就真是第一手選 買手錶 名牌手袋 三副鞋襪 最重要是價錢 比較一下 會不會便宜過香港呢 或者有沒有特別渠道 可以買到心頭號呢 那就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裏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拜拜